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5月11日 国米首回合时应AC 周四凌晨 欧关联准决赛继续首回合的较量 AC米兰与国际米兰将在欧战赛场展开米兰打比 双方无论近况还是阵容实力对比 国米都略胜一筹 而且国米近期进攻火力极为出彩 此番米兰打比国米有望 先下一城 本赛季来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 AC与国米这对老冤架 不仅是一甲争似的直接竞争对手 也是欧关联准决赛的对阵双方 在两大目标面前 两队明争暗斗必将刮起巨浪 AC和国米目前已经完成了联赛的双循环交锋 双方各胜一场相当和谐 但算上意大利超级杯的对决 3比0获胜的国米 显然更有底气 AC过去二个赛季和国米竞争相当激烈 他们包揽了一甲过去二个赛季的冠亚军 而作为未免冠军 AC本赛季一度展现出未免决心 但随着球队稳定性越来越差 积分被拿玻璃越抛越远 AC只能将目标放在前四上 本赛季一甲明显有复苏势头 欧关联四强霸占了二个席位 AC半准决赛两回合淘汰拿玻璃 露出了球队意图在欧关联有一番作为的决心 AC如今虽然连续九仗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但其中合了五场之多 球队争胜利也并非十分出色 而且投号的分手拉菲尔利亚奥此前比赛伤退 也让AC前场威慑力打了折扣 中锋奥利维亚基奥特虽然在对阵拿玻璃次回合中有建功 但这位法国球员此后再也没有破门 攻击力比不上果米的AC首回合实在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中场汤马素普比加商缺 一甲冠军已经花落拿玻璃加 作为意大利球队 国米仍有意大利杯和欧关联可以追求 加上此前在意大利超级杯夺冠 国米还是有望迎来丰收赛季 国米今届欧关联16强 合半准决赛都是对阵普超球队 分别淘汰波图和冰飞加 虽然韩金亮没有连过英超一甲球队的AC高 但却未介入佳境的国米铺平了道路 国米最近五场各项赛事全胜 击败的对手包括祖季 拉素和罗马这样顶尖级别的一甲强队 头号射手拿达路马天尼斯仍然大杀四方 甚至还有状态回暖的罗美路卢卡古 一高一块的组合即将迎来正名良机 另外费特利高迪马高近期也承担了不少输送弹药的任务 他与前场的连线也能为AC制造不少麻烦 值得一提的是 国米的中国高层为球队设置了物质奖励 在荣誉和物质双重激励下 国米金铺有望给AC一个下马威 阵容方面 后卫米兰史基尼亚殷商眷情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